好 大致的內容就好了 那星雲說不要太多時間喔 我們主要還是希望各位了解 一旦地球形成之後 那個環境跟現在是不是就一樣了 地球剛誕生是不是又形成 我們現在看到的一轉定並非 早期教育的書並沒有把這些知識放進中學教育的書裡面 有的話並非也就是半夜 那現在發了很多範圖來介紹 就是現在大家都知道 地球環境已經結束了 那我們有很多的環境的議題 我們要讓大家要解 應該說科學家希望我們要解 地球環境形成是經過有耐性的理想 而且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在這邊 特本把這些知識列進來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是地球的簡單的歷史 關於地球的歷史 我們從兩個角度來思考 一個是環境的變化 另外一個是生物的演化 那當然這兩個之間 歷史會有關鍵性 環境的變化會影響生物的演變 那當然生物存在 也會對環境造成一些影響 那這一些關於生態系的相關知識 留給我們生物的介紹 我們就單獨介紹環境的部分 那生物演化就要是建構的時候 地球歷史的相關連帶有的 那至於生物學的知識就留給生物的 就是我們都會介紹 下期我們就當生物 好 那特本裡面有一些重要指標 請各位先翻一下 特本的第九頁 有一張地球形成到現在的圖題 那你也可以直接看講義有一張類似的圖 講義是在第七頁 講義在第七頁有一張圖 第八頁也有一張 是表格的 這兩張圖表在一幕上這兩張 各位仔細看一看 就會了解整個地球重要的一些事件 我們先看環境部分 以環境部分剛才影片裡面有演的 一開始地球戰勝的時候 並沒有分成結構 也沒有磁場對不對 所以在這種環境之下 當然大氣又很難倒出下來 還好有磁場 而我們磁場形成 剛才影片有演 主要來自於主要 主要是說怎麼樣 主要是來自於我們地球的一個 地帶的外核 產生電流磁效應 各位小時候我們主要地球電池結構 分成地合、地盤跟地合 旺盤的環境是沒有磁場 地合是不是它要分成外核跟內核 外核是一派的 那它是可以造成電流而出成磁場 剛才影片有介紹這個觀念 地球有沒有磁場 對地球環境的磁場 對保有大氣是很重要 因為可以隔絕太陽的影響 這個像火星 我們每次要講地球有多好 很難描述的時候 我們會用一個方法 有沒有辦法 提講 拿隔壁兩個可憐鄰居 最靠近我們要說就是基金跟火星 按照星零說大家是一起形成的 應該有類似的演化歷史對不對 可是我們看我們現在這麼好 就大家都一起蓋起來的房子 結果我們家金幣會把 勝利案 但是隔壁兩個鄰居卻如此的可憐 對不對 那我們就要解釋分析跟那個原因 看看我們地球好在哪裡 那我們就拿火星來對照 金星來對照 這是一種必要的方式 那我們知道地球的分層結構 並不是一開始就有的 在地球誕生後 後來發生的分層結構 剛才影片有講 重的鐵鄰居層到火星 氫的物質就不到表達了 主要就是岩石細斷眼淚 注意喔 要我們能夠有這種分域作用 它的前提是地球什麼狀態 液態的融入狀態對不對 那要融入狀態的條件是什麼 一定要有高溫高熱 所以你要瞭解 哪三個原因是地球高溫 讓它融融的主要原因 第一個原因 剛才影片有演 就是隕石那時候還不斷的狀態結果 第二個原因是 任何的重量都會把這個重量壓力粉 所以東西一直壓一直壓 下面的就會產生熱熱 所以重量壓縮的熱量 地球本身有物質對不對 所以重量壓縮 還有一個也很重要 地球內部有放生一部約束 它在分裂的分裂過程可以防止熱量 相關知識如果特別是比較少 參考講義 這就是我們地球第一個作用 這本沒圖之後 借了一下別的辦法 給大家參考 在此上的雨池風機 加上其他作用下 地球流動 產生分層結構 而這個分層結構形成之後 對地球當中環境的產生 重量的影響 其中 大溪的保游 又一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條件 因為要磁場 來做一個太陽狀 再來 我們來看大溪跟太陽的演變 影片後半段是來介紹大溪跟太陽 有水是一個很重要的 因為這對生物目前我們所認知的生物來講 有水是一個很重要的條件 注意喔 像這些討論的時候 我們都是以現在的觀念 以地球已經擁有這樣生命的觀念來解釋 萬一不是這樣演化 萬一地球上充滿了甲網 有沒有可能有生物出現 說不定是會有的 但生物演化的地球 一定跟我們現在看到的不一樣 它可能會發展出別的物種 它看到甲網就覺得很高級 那是它希望需要的彩量 像我們看到的甲網就指標了 懂得嗎 所以我們現在講的就是 以地球上目前的飼養群生物來做下運飛雲 如果別的星球有生物 就一定會讓現在正在上他們的課程 然後我們老師留在那個充滿鹽酸或油酸的海裡面 他們同學就在裡面 然後上課了 那老師在跳的時候 你看我們環境多好 我們這邊充滿油酸或鹽酸 不像別的星球都沒有生命 然後我以為我們有這麼多油酸跟鹽酸呢 那這分明是假的嘛 一邊跳一邊講的 他們也講得很高興 他們的星球真正的宇宙間 不一不二 那我們現在是針對我們已經有的物種 跟對生物的理解和定義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都是用我們現在的環境來解釋 是不是一個定界或者是不是就是真理很難說 也別的星球也許有別的環境 也放出這種結果 但是我們以後見的心靈來講 因為有這些 所以我們現在才會這樣 我們是道德義來的 因為我們有一個好賣成這樣的人 但是以我們目前生物所需要的水跟大氣而言 它的來源就相對很重要 海水來源目前哲學家採取的 是用什麼辦法 試氣作用 大氣演化其實有三個過程 第一個過程是地球當淡成了之後 以氫、氦、甲腕、鞍為主的 但是那些成分跟我們現在完全沒有關聯 我們現在想到第二天的理由是大氣 也就是四十多億眼線 地球火山噴發試氣作用 各位都知道 火山噴發主要是什麼嗎 火山噴發就是氣力 主要氣力是什麼 水氣跟二氧化碳 所以科學家天色 四十多億眼線 我們應該也行 這時候可以拿誰來對照 拿可憐的金星來對照 金星現在它的表面大氣壓力比我們大很多 那我們相信大家那時候都是有劇烈的 產生很多的水氣跟二氧化碳 但是我們可以拿除氣 為什麼我們可以除氣 為什麼我們可以除氣 因為我們第一時候 以太陽沒有像是那麼近 所以我們可以冷卻下來 讓水可以凝結 這樣落在低窪出行程原始的太陽 我們有海洋 但是金星沒有海洋會差很多 小時候我們都說過溫氣效應 大氣中最主要物質是水氣都來發生了碼 水氣一旦沒有凝結會從此後 上海洋會相同地效應 就更不容易凝結了 所以像金星現在 就沒有辦法看到海洋 那後面的解法就跟地球不一樣 但是如果像火星好不好 也不行 又太遠了 那我們剛好距離時鐘 我剛唸的姿勢是參考第三章 第三章有介紹地球環境為什麼可以這樣 但是起源在第一章都可以介紹 所以像這一些內容都會在閱讀一旦講義 剛才影片有演 這一章是地球大氣比較常考的 觀念的知識有麻省的 就是一大小的 我們現在的大氣站在右邊 各位不知道 我們物質的空氣有多少比例 是佔最多的 我們現在沒吸一口氣 這裡面成分最多是那一種分比 淡氣 我們這個淡氣 是不是大概在5分之次 有沒有用小學自然科學的就好 國中有沒有覺得淡氣在大學中 這樣就要比例 有沒有人剛好是在身背起來的 來 比如說78 甚至有人覺得78點擊 沒關係 就是大概5分之次 注意喔 重點來了 我們現在的呼吸這麼多氧氣 接近5分之次的氧氣 是哪厲害的 什麼時候來的 是從40多億年前的火山氏氣所造成 影片當然有提到 在40多億年前火山氏氣的時候 除了產生大量的氏氣 就是產生大量的氏氣 就是產生大量的氏氣 還有什麼氮氣這些成分 不過我要注意喔 它雖然來自於這個火山氏氣 但是在當年它大概只有佔5分之 現在卻可以佔到78分之多 為什麼氮氣 可以變成我們現在主要的部分 在40多億年前它只不過是火山氏氣 看到裡面的微氧氣 請注意 請注意 它的量其實可以增加 淡氣的重量大概在40多億年前就一定了 但是比例升高了 為什麼 因為其他當時的水氣跟耐氧氣都還要減少 所以等於說 我們如果拿金金來看 我們相信地球在40多億年前 大氣濃度比現在多很多 大概90到100倍 而我們地球因為距離比較適中 水氣凝結生雲 這樣子是消除掉了 而且形成原始海洋 那氧化碳是可以溶解於沈 最後再經由生物跟化學都用變成石粉炎沈澱 所以我們原始大氣中有很多的 二氧化碳是跑到一拍一下去飛機的 等於從大氣中把它消除掉 這個除炭的過程造成大氣蒙古降低 而氧氣的代氣的比例就這樣升到了 我用白號來講一次 你現在身上有1萬塊 其中有500塊錢 OK嗎 大概占全部的百分之五左右 你有500塊錢是美金 其他都是財幣 你知道嗎 結果你出去到處花花花 但是美金是花不掉 因為一般商店是不說的 所以你剛才有5萬塊 你的美金在你的美金很低 等到你花到剩下600塊的時候 這時候就會發現你身上有500塊美金 對不對 剩下100塊美金 你的美金還是500塊 可是因為它很難發掉 它留著了 其他的容易發掉 不會消耗掉的 你的美金總量變更比例的 剩下了 大概是這個意思 好 氮氣為什麼不太容易消失掉 各位我們所說化學 所以蛋能不能說是安定還是不安定 容易起化學變化嗎 不容易 容易我們就麻煩了 容易點火就不燒起來了 對不對 不容易嘛 但是很安定 還有一個解決過嗎 他不相對的話 然後他將會有二要化碳 就是能夠預算 就是這個吧 所以這邊才會有一個化學的姿勢 讓他保持下來 再來我們來看現在大星座的氧氣 我們剛才影片中留言 地球的氧氣主要來源是經過什麼作用 是來自於光合作用的結果 而不是火山或道 是來自於光合作用 隨時四十多億年前這時候就有了 這時候有氧氣嗎 有沒有氧氣 並沒有 四十多億年前當時還沒有氧氣 因為火山不蠻多一點吧 如果氧氣是由光合作用的造成的為主 那應該主要來進行有數 我們現在來進行氧氣 現在來進行氧氣 來進行光合作用的結果 但剛才影片有提到 地球中的氧氣 是不是一開始有 生物就有了 也不是如此 經過一段時間 在海裡面有消除的過分 對不對 所以像這些內容 各位就把剛才講的這兩張照片 要來一看